川普所说的这个全盘去中化,简直是天方夜谭,痴心妄想 想跟中国断了一切贸易往来,一切关系,甚至断交 就像痴人说梦一样,没有中国,美国就完全不存在了 你去看看,我是美国人我当然知道的 你去看看美国所有的商店卖的东西,从日常用的锅碗瓢盆 对不对,到电脑手机,全部都是中国生产的 你如果没有这些东西,你怎么可能,美国老百姓没有办法生存吗 对不对,美国的东西几乎没有了嘛,还说什么为美国省五千亿 你拿五千亿东西去买中国的产品呢,中国的产品你用了,你怎么省五千亿 那脑子,难怪他川普是六次申请破产,就是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做生意的料,你知道吧,他更不是做领导人的料 他就是个白痴,是个疯子,是个神经病,是个弱智